来来来 停 一会儿喊 清醒好吧 清醒好吧 都饿好几天了 大胆狂徒竟敢阻拦李相国上场 何人大胆拦叫喊冤 我们可不是拦叫喊冤 我们是拦叫乞讨 我看谁敢 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乞讨 我们是奉了当年皇上的旨意 再次习讨 相国大人您就可怜可怜 我们这些叫花子吧 您昨天晚上在凤膳房 已经酒足饭堡了 可我们还饿着肚子呢 您醒醒好吧 拿去给他 是 混吧 谢谢相国大人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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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兵不许尚说 昨儿个他在凤膳房喝的 可是连直闹都走不了了 听完口了呀 上 上 干嘛干嘛 都干什么 还真是皇上的玉笔 你们从哪弄来的 你别管哪弄来的 你给不给吧 刚才相国大人可都给了 小小刁民 你敢要欠门官 我哪敢要欠您呢 许大人 您昨儿个在半城风扇房 喝的那可是冥定大醉呀 要不要我们去皇宫门口 积灯文谷 帮您醒醒酒 屁哥你敢走 积灯文谷 不行 等等等等等等 等会儿 我今天没带银子呀 徐大人您就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叫花子吧 等明天上朝 我带点银子还不行吗 不行啊 没讨到银子就不让你走 你 你 盖帮四侠 有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上 上 我吓了你 下来吧 你们要干什么 发腿 发腺 别发我圈子 我比你大医生 给你拿个圈子 走 我怎么上场了 你这是我圈子 有一个骑驴上场的 这个是刘大人 刘大人 小姨呀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跑 放回头 等到 等到 别跑 你管我圈子 我怎么想瞅啊 我明天大医子给それ还不行吗 皇上 面色尾黄 面容消瘦 眼圈儿有黑气 话语乏力迟缓 皇上 您这是不思饮食之症所致 岂有此理 皇上怎么会不死饮食呢 那玉山坊里的山珍海味 多的是吗 是不是皇上 你还别说 刘爱卿还真是说对了 跟进来啊 真是吃什么都没胃口 刘爱卿啊 那你给朕说说 朕如何才能胃口大开啊 急禀皇上 皇上 时下有一种功夫 叫做清修 说这清修之后啊 是吃麻麻香的 你说什么 皇上现在得的是 不思饮食之症 你倒让皇上清修 你给朕说说 何为清修啊 清修就是挨饿 我问你 挨饿几天才算是清修啊 这大师说至少三天 你究竟饿了几天 我 我也按大师说的做的 你俩拽着干什么 你的靴子呢 启禀皇上 臣尽早起晚了 怕误了早朝 匆匆忙忙 连巢穴也没穿就上了马 徐大人 怕不是这样吧 这确实是怕迟到啊 胜仇晚了要挨板子的 刘阿强啊 那朕不思饮食 该如何应对啊 禀皇上 臣一时尚无良方 容臣想一想 今日午时前再做禀报 刘大人 进一步说话 告辞 告辞 刘大人啊 老北新有一种说法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什么说法 说这个不会开方子的医生 不是好医生啊 您是说良方是吧 有啊 什么在哪呢 你看 这儿呢 湘国大人 湘国大人 你谁长这双鞋子穿上 都是奉旨乞讨惹的货 奉旨乞 您不知道 不知道啊 您没给他们银子 没有啊 他们说您也给银子了 这话足够说起 真是怪事 臣见过皇上娘娘 平身吧 六大人 你精通医术 赶紧给皇上瞧瞧吧 娘娘 皇上得的这是相思病啊 你看 你别胡说 我就说嘛 一从那姑苏选秀回来 她就成这样了 还不承认呢 朕就是不承认 那朕什么病都有可能得 就是没有可能得相思病 皇上 食色性也 其中任何一样啊 都有可能让人为此 害相思之苦 皇上是为食 并不是为色而害相思 他的病就是不思饮食 你怎么反倒说他思念饮食呢 娘娘 人各有好 对相不同啊 您比如说女子吧 不是说天下所有美女 都能让人害相思之苦 害相思病者 往往是为某一女子 他时也一样啊 皇上的御膳房 及天下美食之大成 皇上您哪 越吃越厌 您耗得是另外一口 朕啊 你给说对吧 朕这些日子呀 就一直想 想咱们在昆山那座破庙里边 把朕的命给救了的那个那个 叫什么来着 那个小教花子 乔外皇上赐名乔义 就是那个乔义 他呀 给朕做了一碗这个汤 这汤叫什么汤啊 这这汤 朕也是想不起来了 珍珠翡翠白玉汤 就是这个 珍珠翡翠白玉汤 朕叫你来啊 是想让你啊 把这个黄榜给贴出去 想办法把这个乔义 给朕叫进宫来 让他给朕做一碗 珍珠翡翠白玉汤喝 皇上 那可是个叫花子 他给您吃的那都是乞讨得来的 再说他也不是厨师啊 那朕就想吃这口 你看怎么办呢 臣倒是知道有那么个趣数 他们家菜谱上啊 有道菜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哪啊 我这还带着呢 凤燕铁 半城凤膳坊 这是给汉林院送帘的呀 宋老先生啊 他认为这是伤人的实路 他老先生不惜的去 也请你了 他们不敢请我 他们啊 知道我真嘴碎 再有呢 知道我真吃了白吃 翻脸不认人 臣陪皇上尝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说得是的 你们俩这是唱的哪出啊 我太嘴砸了 她真是赤匠白玉汤 我太阳了 我太阳了 我还没人 我还没人